中共日前突然推進深圳示範區被認為是要取代香港 不過香港多位經濟學者認為 在中共的體制下無法達成想要的結果 在818香港百萬人集會當天 中共高調宣示建設深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計畫 稱此舉是為了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戰略豐富一國兩制 香港是否能被深圳取代呢 前信報總編 日本經濟學教授戀義貞認為不可能 資深銀行家 香港經濟學者吳明德分析 中共想要推深圳效仿香港 其中一個目的是要防止資金外流 但他認為在中共體制下 深圳示範區是不會成功的 深圳示範區是不會成功的 新唐人記者梁珍 宋碧龍 香港報導